肝火望耳鸣,肝血虚眼花,肝湿热,大腿根出汗 中医教你养肝护肝 大家好,我是中医王大夫 今天来给大家讲一讲肝的问题 首先来说肝火望耳鸣 有些人总是出现耳鸣像残命一样 而且到晚上就会更严重 平时总是急躁容易发火 而且发露后耳鸣的症状会更加严重 总是两边肋骨的隐隐作痛,小便发黄 除此之外还有眼红,耳鸣,头痛,嘴里发苦 折尖发红,舌苔发黄等症状 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清肝泄火了 其次就是肝血虚眼花 中医讲肝开窍于目 一个人的眼睛好不好 跟肝是有很大关系的 当你肝血不足 不能向上滋养眼睛时 眼睛就容易疲劳 出现怕风,凝风流泪 眼睛昏花,看东西不清楚的情况 这种情况调理就得滋肝养血了 最后来说一说 肝湿热,大腿根出汗 中医认为肝可以调节 全身汽血精液的代谢 如果说肝气欲湿 水液代谢出现问题 体内就容易产生湿气 如果此时肝运化火 火气再一熏 那就容易产生湿热 而湿性趋下往下走 加上大腿根这个地方 是肝筋寻形的路线 那这个时候就该出现 大腿根脑出汗 潮湿烧痒有异味的情况 同时还伴有嘴里发苦 胸鞋胀痛 这种情况你想调理 就要疏干清湿热 不过要提醒大家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中医用药是想求辩证的 如果身体出现上面这些问题 建议及时就医 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